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的影片 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台北股市现货 以及12月期止在今天开低之后呢 最后震荡收低 中场现货下跌92点 期货部分则下跌了120几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12月期止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12月期止开盘就开低 直接开在14649 随即出现今天的最高点14650 接着行情先往下杀 然后再出现一段反弹的行情 最低来到了14485 然后反弹到今天的次高点14592 整个当中区间今天有165点的行情 但是今天的行情其实有两段 第一段就是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这165点的行情之外 当然低点反弹上来到这个14592 还有107点的行情 把这两段行情加起来 总共是272点 那到底要怎么样操作 才能够把这272点变成真正的钞票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今天开盘开低的时候 你到底能不能非常笃定的知道 开低之后还可以再做空 这个很多投资朋友往往在8点四处 一开盘的时候 这个看到指数开低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到底是要等反弹再来做空 还是一开盘就直接去做空 还是说开盘我来做多 还是说等拉回我再来做多 这四种策略每天都有人在思考 那当然今天这个行情 基本上如果你有一个 明确的依据的话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开盘价还可以在进场去做追空 那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让你可以十分的确定 今天开盘价就可以放空 我想在今天等一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台子期当中的一个小技巧 好那今天整个大盘拉回了90几点 各位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台北股市大涨150点的时候 我在这个东森财经台的股民开讲 我怎么告诉大家 我说现阶段这个大盘 头部已经成型了 我甚至于在12月7号 我的功夫期货直播节目当中 我已经告诉大家 MACD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所以这个年底的作战行情有可能提早结束 那各位刚刚这个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当行情大反弹的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同事朋友一定认为我看错了 那事实上我真的看错了吗 以今天来讲好像结帅又看对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是 我们看趋势不能只看一天 看到上个礼拜五大涨150点 那个结帅不专业 怎么会看空 明明就大涨上去怎么会看空 那我为什么会把大盘 现阶段的这个行情 看成头部成型讯号 我到底看了什么依据 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来分析 好的 那讲到看盘这个东西 其实我讲过了 如果你想要很清楚的 掌握到大盘的卖动的话 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看加权指数的开盘 如果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是在五日均线上方 那就代表是多方控盘 如果开在五日均线的下方 那就代表是空方控盘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我们请导播拉近一下 来看一下今天最右边的 这根黑K棒 这根黑K棒就是加权指数 今天开盘的位置 我想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今天加权指数开低47点 开低47点 它是直接开在五日均线下方 所以我们可以先得到 第一个结论 加权指数开低47点 在五日均线的下方 这个是多方 空方控盘 是空方控盘 我写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12月起指 12月起指今天很开低60点 可是 它并没有爆量 那我讲过了 如果期货开低没有爆量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低点 它绝对不是低点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开低 虽然开低60点 好像开很低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没有爆量的关系 所以开低不是低 后面还有更低一点 因此 来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知道今天开低不是低的话 你开盘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没有错 就是要进场去做放空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的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好朋友 开盘价就可以直接做空 开盘价就可以直接做空 各位光这句话就值回票价 如果你今天很早就拿到 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的话 你绝对会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的开盘价 你就可以进场去做空单 那我想请问各位 今天开盘价是不是几乎开在最高 今天的最高1460 如果开盘价知道要做空下来的话 这165点的行情 你是不是就可以变成钞票了 对不对 那当然来到14485之后 你还要有本事去知道 这也是低点转折 再做一趟多单上来 所以今天的两段行情要怎么做 一个关键点 你必须要知道开盘价可以空 第二个关键点 你必须要知道14485 就是今天的低点转折 你要把空单补掉之后 然后再抢一段反弹上去 就会形成了今天最完美的操作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五 即便大盘涨了150点 我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是头部 你必须要卖股票 你必须要站在卖方 理由很简单 来请导播拉近 我们来看一下MACD MACD其实在12月7号 上个礼拜就已经翻黑了 这个柱状体就已经翻黑了 同时又形成了所谓的死亡交叉 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 前一波的下沙行情 15475 跌到12629 我看的是什么 我也是很精准的抓到这个高点转折 因为这里出现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一直到10月底的时候 各位有看我的直播节目 我告诉大家不能够再空了 因为来到12629之后 这里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大盘有机会反攻一波 结果他反攻了2500点 来到这个地方 我说了不能够再追高了 不能再做多了 因为已经出现死亡交叉了 即便来到上个礼拜五 大涨150点的时候 我还是告诉大家 大盘在这里是头部 所以你的股票 应该要逢反弹的时候 站在卖方 上个礼拜是不是最佳的卖点 的确是嘛 大涨150点 如果你去卖股票的话 今天跌下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MACD的说明 MACD的柱状体在临轴的下方 MACD跟DF形成死亡交叉 空方的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多单只能短线当冲操作 不宜留仓 现阶段要留仓的话 我比较建议留仓空单 不要留仓多单 理由是大盘已经头部成型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KD指标 KD指标前一阵子 是不是来到高档地区 那我讲过了 当KD来到80以上 如果MACD在形成死亡交叉的话 那这个头部成型训绕就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的明确了 那KD指标的K值低值RSV 现在20到80之间 5日均线如果没有办法站上 大盘将会区间震荡偏空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表现 请倒不拉近 今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并没有办法站上 这个所谓的5日均线 虽然它留了很长的下影线 但是收盘的位置 还是在5日均线下方 同时我们看一下MACD MACD持续的死亡交叉 所以后市怎么看 我直接告诉大家 后市依然偏空看待 在这个地方 如果投资朋友要做股票的话 我建议去放空股票 而不是去买进股票 如果你不晓得该怎么放空股票 我另外还有一个股票的直播节目 叫做股市结帅 股市结帅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哪些股票头部成型 你可以向下操作 向下操作也是行情 不一定要做多单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我的股票 基本上是以向下操作为原则 而不是进场去买进 不是全力做多 这个地方有兴趣 跟着我们一起做空单的投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我股市结帅的直播节目 我会讲解的非常的一个清楚 好 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了 我们每天在盘中早上一大早9点的时候 只要线微开盘 我就会赶快完成这份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完成之后 我就会在我的Light群组里面 跟每一个好朋友做分享 如果投资朋友 你也想得到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 什么事情呢 只要你愿意加入结帅的 功夫奇卧粉丝团队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我的技术分析资料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ght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队 当然 第一次加入好朋友 一定要再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你一定要记得回复888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当你加入我们的Light群组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回复888 我们根本不想要你加入 我们也看不到你 如果我们不想要你加入 也看不到你的话 我们如何把我手楼上的 这份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传到你手机的Light里面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第一次 我再讲一遍 第一次加入好朋友 只要在第一次加入的时候 回复888 我们以后每一天 盘中就会主动的 把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传到你手机的Light里面 让你当做一个操盘的参考依据 好的 那学习技术分析 最主要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就是为了希望 能够把每一天的行情 都变成钞票 可是问题来了 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那该如何是好呢 很简单 杰帅早就把我 多年来的技术分析的逻辑 把它汇整起来之后 我运用了人工智慧 做成了一套操盘软体 这一套操盘软体 叫做大碳级期货系统 而在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 有一个很棒的指标 它叫做闪电指标 这个闪电指标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很简单 我们利用人工智慧 再去结合技术分析的 一个逻辑 做出来的一个指标 让这个指标 可以在8.45分的第一秒钟 就迅速的判断多空方向 那我们的会员朋友 开盘价就可以直接操作 不必等待 不必思考 这就是当中必备的领先指标 刚刚讲过了 今天这个开盘 12月起始 它开低60点 并没有爆量 所以这个开盘价 就可以直接做空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闪电指标 开盘价 是不是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做空 请导播拉近 今天开在14649 几乎开在今天的最高点 那这个开低之后 我们要如何知道 开低不是低 如果你没学技术分析 也没有关系 因为闪电指标 会直接给你答案 它告诉你进场做空 14649 各位亲爱投资朋友 使用这套大碳级起货系统 就是这么的方便 你只要用了它 开盘价 你就会知道 14649 空单直接进场 一笔单至少 两口大台值 那当然 结束看到我们的 闪电指标之后 你仔细看到 8点46分 开盘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紧接着再做一笔空单 那各位亲爱投资朋友 我想请问你 你的老师有没有办法 在今天早上 一开盘的第一分钟 就告诉你要做空 我相信有很多老师做不到 通常都是行情 跌了一大段下来之后 你的老师才开始 叫你放空 但是我们是在 一开盘8点45分 闪电指标 先做一笔空单 我们的简讯会员 在8点46分 再做一笔空单 来看一下简讯内容 12月起始 目前报价 14627附近 收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试价做空 至少两口大台值 停损抓14680 今天根本就没有机会停损 只有停利的机会 没有停损的机会 来8点46分 开盘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全体会员 再做一笔空单 在14627 所以今天早上 你不管是看闪电指标 或者是跟着我的抠讯来做 你绝对都是在开盘 没多久 你就经常放空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大探极系统里面的探极当中指标 今天开盘没多久 它是做什么动作 来 请导播拉近 这个箭头是出现 一个向上还是向下的讯号 是向下的讯号 向下讯号代表什么意思 要做空 整个再拉远 我们看底下的主力控盘趋势 主力控盘趋势告诉我们 今天早上趋势再多还是在空 是在空方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今天早上开盘下 你不管是看闪电指标 你不管是跟我的抠讯 甚至于你是看探极当中指标的会员朋友 你通通都会知道 要做空 好 那做空之后 这边底下出现一个新兴符号 新兴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要停利 那这个新兴符号代表的价位到底是多少呢 不用猜 我们的系统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除了拥有闪电指标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精算转折 而这个精算转折功能 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会员朋友 空单到底要在哪里回补 那空单到底要在哪里回补呢 请导播再拉近 空单要回补的点位 你根本不需要猜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叫14486 来 请问今天的最低点 今天的最低点叫多少 今天最低点我记得 应该是14485 没有错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4485 来各位看一下 14485出现的时间是在9点半 是在9点半这里 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这一套系统 他会直接把这个支撑转折算出来 请拉近 告诉你今天可以做多的点位 叫14486的话 你这个空单是不是理所当然的 就要在这里回补掉 没错吧 那在这个地方回补掉之后 才可以做多嘛 你才能够空手做多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今天可以在14486做多的话 来我们接着来看 尾盘这一段反弹上去的行情 你可不可以再转一趟 绝对可以嘛 所以我说了 操作起火两件事情做好就好 第一个多空方向不能错 第二个高低转折要掌握 多空方向绝对不能弄错 高低转折你一定要掌握 你就能够成为市场上最快乐 最轻松的赢家 所以你看到做空停力 看支撑 这空单补完之后就跌了608点 这个会费马上就有了 一整年的会费马上就有了 如果你有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会在14486做多 好那做多之后到收盘 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来各位 10点42分 软体会员按照今天的支撑 14486做多者 价差100点在14586就可以出场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尾盘 是不是最高来到14592 12点57分 我们在10点42分的时候 就告诉会员朋友 如果有在这个14486做多者 价差100点就可以在14586出场 为什么这个多单 我们赚100点就要出类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刚刚讲了 来MACD跟DIF已经形成死亡交叉 空方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我的多单只会短线当冲操作 短线当冲操作 所以我们赚100点 我觉得够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卖掉 那所以今天的三笔交易 共计可以涨跌多少 808点 早上先放空两笔 就608点 后面再做一笔多单 再涨200点 三笔交易加起来 总共808点 我们讲一句实在话 808点叫16万 我说你这个16万 你要是把它赚到手之后 你所缴交的会费 一天的时间 就干掉做肥料 所以我说做期货的投资配 真的不要去省这个会费 如果你没有一套好用的超盘软体的话 你就算把会费省下来 你还是会因为自己乱做一通 把会费输掉 你根本省不到钱 所以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不要老是在那边斤斤计较 那个会费几万块 不要老是在那边犹豫不决 然后看着行情发生了 你又赚不到 又懊恼不已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情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讲完了期货的操作之后 我们接着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 讲到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我一定会想到这个小资足 所以的小资足就是 如果你的超盘资金在10万块以下的话 你可以认真地看一下我们的选择权操作 因为我知道小资足他们没有办法做大台 所以我特别又开了一个选择权当冲班 专门针对小资足 带领他们每天做当冲赚价差 那今天早上我们的动作是不是放空 所以选择权我们当然就是买进卖权 14550 好这个1450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今天在70点 在70点买进20口 请你看一下我怎么赚价差 8点47分 12月第二周选择权 1450的卖权 现在报价70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试价至少买进20口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小资足的话 你今天只要准备7万块钱 7万块钱我相信你一定拿得出来 你就可以跟着我做选择权 好做完之后 8点49分 选择权当冲班 首上12月第二周选择权 1450的卖权 70点的部位 我们做当冲嘛 不续报道收盘 挂100点出场 来就问一下 今天这100点买得掉 10对买得掉的嘛 最后来到133点 我们差一点翻倍 差一点点就翻倍 100点绝对卖得掉 好那100点卖掉的时候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你看哦 你认真看哦 你仔细看哦 70点买20口 100点出场20口 你的7万块 在今天就变10万 请问各位 当7万变10万 你赚多少钱 很简单你赚3万块 而这3万块就等于 大台子的150点 各位小资族投资朋友 如果你今天拿7万块 可以赚大台子150点 你认为你能不能 快速的累积财富 当然可以嘛 所以欢迎小资族投资朋友 如果你的资金 不是那么多的话 欢迎参与我们的 选择权当冲班 好以上是今天日盘 台子期跟选择权的 当冲操作 我们紧接着再来讲 上个礼拜五的夜盘操作 讲到这个夜盘的操作 很多投资朋友 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然后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不能盯盘的关系 只敢看不敢做 那我相信 不能盯盘这个问题 是很多投资朋友 最伤脑筋的问题 因为不能盯盘 你会害怕 所以你不敢做 那我讲过了 如果你有不能盯盘的 这个困扰的话 你来找结算 结算一样可以帮助你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年 我们特别把大碳级的 期货系统 增加了所谓的 声音提醒功能 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就是要利用人工智慧 帮你盯盘 怎么帮你盯盘 很简单 我们的会员朋友 基本上都是直接 把软体装在手机里面 那我想现代人 每个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当你把软体 装在手机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人走到哪里 带到哪里 看到哪里 完全不受任何地形环境的影响 甚至于你在睡觉的时候 这个手机都会放在枕头旁边 好的 当你把软体装在手机里面 你告诉我 你不能盯盘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把软体画面打开 再把声音提醒功能 打开的时候 我们的这套系统 就会帮你盯盘 怎么说呢 因为当这套系统 出现了买进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它就会发出叫声 这时候你在 听到叫声的时候 再去看电脑画面 然后跟着做动作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盯盘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 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提醒功能的声音 出现的时候 再去看讯号做动作 操作期货 你就不需要一直盯盘 它会代进代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讲到这个操盘软体 我想投资朋友 也用过坊间很多套操盘软体 但是都一直没有办法 成功地赚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坊间的操盘软体 它会给你一大堆的模组 一大堆的指标 让你自行判断 那你认为在这么多的模组 这么多的指标里面 你有可能每天都猜对吗 不可能嘛 所以为了改善这个弊病 我特别把我们大堆极 期货系统里面的 探极当中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指标 三分钟指标 而设计成一个指标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会员朋友 不要选错指标 而我在直播节目 所分享的指标 就一定可以跟会员 完全百分之百同步 因为只有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来讲了 当你看到我们的指标 如果可以天天赚钱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会员 也可以天天赚钱 没错吧 那做法基本上只有两种 第一个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代表多单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代表空单进场 当你看到行刑符号的时候 代表就可以停力出场 好的 开始来讲了 首先我们从上个礼拜 我的夜盘带到今天的日盘 上个礼拜我的夜盘 再加上今天的日盘 总共有五个交易训绕 五个交易训绕里面 你会赚到四趟 怎么赚的 来我们一笔一笔 带各位看 首先上个礼拜 夜盘的第一笔交易 是箭头向上 那这个箭头向上 就算你没有在盯盘 也没关系 因为它会发出叫声 你听到叫声 你再看到箭头向上 你跟着做多 来到这里出现新兴符号 对不对 赶快把多单卖掉 先赚一趟31点 这里出现个箭头向下 看到新兴 看到这个箭头向下的时候 赶快进场放空 新兴符号出现的时候 赶快把空单补掉 再赚一趟30点 第三个交易训绕 是做多训绕 但是这个交易训绕 基本上没什么赚赔之后 接着尾盘 它再出现一个放空训绕 这个放空训绕 到这个收盘之前 它又再出现一个停利训绕 你就可以把这个空单补掉 如果你有习惯 做隔日冲的话 你可以等到 今天开盘杀下来 这个新兴再补掉 也可以 那我们就算到 这个夜盘的收盘 这个地方 新兴符号 你把它补掉之后 你就可以赚一个33点 紧接着再看一下 今天日盘 唯一的箭头 就是向下操作 我刚讲了 今天开盘的时候 不管你是我的什么会员 选择全会员 然后呢 简讯会员 然后你看闪电指标 你看当中指标 你通通清理设都是做空 所以我们的依据 既然是一样的话 方向绝对都一样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此做五趟赚四趟 你认为这一套系统 它的胜率高不高 各位 这么多趟里面 30加30加30加70 各位 这三段就90点了 再加这70点的160点 这是跟着箭头操作的方式 顶礼拜的夜盘 到今天百六点 油锅探百六点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交易方式 跟着新兴福报进场 当你看到多单 停地提醒讯号 就代表行情涨多了 这时候空单就可以进场 而当你看到空单 停地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代表行情已经跌升了 这时候你的多单 就可以直接进场 各位刚刚所看到的画面 是长这样 这是跟着箭头操作的方式 我们换另外一种操作方式 你一样可以赚钱 来 这上个礼拜的夜盘 第一个交易讯号是做多 来到这里 是不是出现了 多单停地提醒讯号 这个多单停地提醒讯号 出现的时候 你要干什么 你就可以放空了 来到这个新兴福报的时候 是不是空单可以补掉 这样一趟95点 那新兴福报 可不可以抢反弹 可以啊 抢反弹到这里 还有80点可以赚 95点加80点 等于175点 紧接着再看一下今天 今天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新兴福报 是空单停地提醒讯号 空单停地提醒讯号 出现的时候 代表行情是不是已经跌升了 我讲过了 当你看到这个新兴福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转折点 你可不可以利用 今天跌升的时候抢反弹 可以嘛 而这个抢反弹的点位 我刚刚讲过 叫14多少 486 我们的系统还会算出来 告诉你答案 所以你看这两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 你可以赚160点 第一个 如果你喜欢第一个方式的话 你可以赚160点 第二个方式的话 赚更多 这里175点 再加90点 不好意思 叫做260点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的方法 每天都是固定一样的 为什么方法 每天都可以固定一样 而且不需要修改参数呢 因为我们这套系统 它的精准度够 它是一个成功的方法 所以它不需要 随便去修改参数 这就是一个 能够赚钱的方法 能够赚钱的方法 自然不需要修改任何的参数 那真正专业的操盘软体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手楼上的操盘软体 你看不懂的话 可以丢掉了 如果你的操盘软体 老是要你拆 你可以丢掉了 因为真正专业的操盘软体 必须要让你简单 一看就懂 而且完全不要你拆 像我们的系统 只有一个指标 你就不用拆了 而且我们的方法 每天讲的都一样 因为它就是一个 成功的赚钱方法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赚钱的话 我们今天 推出一个很special的活动 从今天开始推 这个推出的这个special活动 叫清明价 我们推出这个清明价 很多投资的反应都很好 大碳级系统 同时再加上结帅的抠讯 同时拥有我们的系统 又同时拥有结帅的操盘抠讯 基本上我要强迫你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有兴趣的投资友 可以加赖回复599 或者是直接来电 0800370888 这两项商品 大碳级系统 再加上我的抠讯 我们要让你一次到位 强迫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拨通电话 跟我们一起快乐轻松地爪探紧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归缺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半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东森期货 由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硬笔子 真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